哦?文章か? 你等话过去看哪 那就不多啰嗦了 我们直接开始 1月4号星期四 在本日播送的有 魔独精兵的奴隶 将日本各地出现了一空间魔独 魔物从中大肆入侵 而一群被选中的女孩 获得奇异能力抵抗外敌 而故事女主金香她的能力 就是把人变成超屌的假面骑士 夸号奴隶 男主一个走位就给上了薄套 从而开启了无休止的打肠功生涯 这种没有自由的工作 谁爱干谁干 听说打完有奖励 干 故事初期就是这种打怪收徒 精彩是精彩 但习惯以后就会有点无聊 作者也想到了这点 于是乎就把女主这个 奴隶改造技能调成了小组共享 你妈还真把我当公之人啊 这工作谁也干谁干 听说打完有不同的奖励 细说奖励 原作漫画非常精彩 只不过本次动画制作公司 7arcus 屡立只能说不算特别糟吧 降低期待 尽管几遍 秒杀外挂太强了 意识剑的家伙们根本不是对手 意识剑如提 这个作者在现实是出了多大刺激啊 当然 星期四最大期待 迷宫犯 将男主莱欧斯在地下城深处与妹妹走散 回到地面后和伙伴一起 重返地下城寻找一次被龙吃掉的妹妹 但由于路途艰辛 遥远中途又丢失粮食 莱欧斯一拍大腿 走 吃魔物去 同队的精灵妹子原来是拒绝的 但好死不死遇到一个大胡子矮人 清朝走路宫 那个是滋滋冒游 香是真的香 我会死 史莱姆其实是被为包裹的生物 躲藏在铠甲里的怪物一般不会有毒 一直在一只哥雷姆身上种同样的菜 会有连坐障碍 因此要记得患热中 故事以魔物入菜为契机 更是在一次次的发现 捕猎 解剖的过程中 却展现地下城的奇妙生态 脑洞常开 常新 但像迷宫犯这样 如此真实 而且可以自洽的奇幻 舒适难得 更加上对于女主的魄 我只幽默 让漫画人气一直居高不下 本次千呼万唤使出来的动画 加在吹客社坚强的制作实力 一跃最强担当 只愣起来 隔一个礼拜 11号还会上映 福星小子第二季 明汤异世界温泉开拓 异世界如蹄 月刊妄想科学 在架空世界中 以一家报道非常规科学现象的杂志社为舞台 围绕各色成员展开的不可思议冒险的故事 动画由业界知名大厂OLM原创出品 曾经指导过银魂后半 以及后宫之屋的 弓协千鹤担任监督以及原案 然后我就瞟了一眼CV表 山田之河和丁弓都在 那要是不好笑 就真全是您的锅了呀 勇气爆发Bombraven 在夏威夷海岛上演的 人形装甲兵有爱背叛拯救等等 喜闻乐见桥段的机甲战斗原创故事 拥有冠名演出方式的机甲老师傅 大张正脊再度出山 不仅担任导演 还参与脚本以及音乐之道 这什么老肤疗发少年狂萝卜片的未来 又有优势我来守护 这次制作团队 请到了CY爸爸的直属动画团队 CY Pictures 不差钱的 八成会出游戏吧 魔女与野兽 背负着棺材的男人 与双眼犹如野兽的少女 杀魔女结诅咒的奇幻动作片 原作漫画要比喻的话 有点像欧阳峰 又猛又发疯 这个动画的批威吧 不能说差 但总感觉劲儿时小了 作画牛皮的原作 也像很难改编成动画 作为粉丝只能祈祷了 1月5号周五啦会上演的有 不死不孕跨继续播 以及葬送的福利连 本季来倒算是第一个大章节 魔法考试篇 打斗强度再上一个台阶 非常期待 左左目与文鸟小逼 蒋40岁大叔去宠物店买文鸟当宠物 结果买到异世界大贤者转世 男主就跟着他去异世界旅游 顺手买卖东西 当起了异世界岛爷 赚的是盆满钵 之后又因为建议勇为被拉进了 政府有关部门当公务员 从灰产变金饭碗 家门口还顾刷一只可爱的JK 头卫就能获得好感 这运气很难说没有黑幕啊 哦 并交啊 更厚 动画由盈恋制作 大招新得意弟子凑未来指导 深优阵容也是相当豪华 值得你看 百千家的妖怪王子 将孤苦无疑的女主在16岁的时候继承家业 在祖屋中和三个妖怪帅哥同居的故事 水果篮子青春版 治愈魔法的错误使用方法 穿越异世界成为稀有的回复术士 那么作为奶妈会个什么寸拳断砖 胸口碎石 烧红铁棒 不是不是这一部 碰之道 将JK妹子被家人扫地出门 无处可去的她来到父亲曾经经营的麻将馆 与闺蜜一起把它改造成大家聚会的场所 没事打打牌 喝喝茶 逛逛该 这是有钱人家的扫地出门呢 OLM本集原创二开 彩票如果没有一发入闻 就再来一发 值得一提的是 《麻将游戏雀魂有协力》这部动画的制作 确实 她要是不加进来 看到这游戏画面还不得报警啊 隔一周12号还会加入 小酒馆 把衰 日本人才好懂的低成本小评喜剧 最弱魔法使开始了捡垃圾之旅 讲实力至上的奇幻是解女主觉醒德鲁一旦使和杂鱼 从小被赶到森林里荒野求生 途中收服一只弱小的史莱姆 看人家开局一只使 就知道此子绝非善茶呀 1月6日周六 周末动画大军来了啊 各种口味任你挑选 首先续播的部分有兽龙人拉格纳 以及药屋少女的谜南 掐指一算 猫猫这季的剧情爆点就要来了 干掉福利连值日可待 续作的部分有 小丑射长期饭票 战国英雄第五季 肌肉魔法使马修 神觉者后补选拔试验篇 以及青之驱魔师 刀跟起名劫射篇 青之驱魔师啊 剧情上除了弟弟脸上的三颗类质 已经全都还给老师了 果然微妙奇怪的人设就是很有记忆点 那周末肯定少不了异世界 最强肉盾的迷宫攻略 拥有历代最高护盾量的男主 结果因为勇者嫌弃他 护盾值一直在掉很奇怪而把他辞退了 卧槽大哥人家能扛住不就行了吗 你挫折行干嘛呀 果然男主的盾是自动吸收 队伍中所有人的伤害 他不是解怕的 而是浮血呢 我独自升级 讲世界上又又又出现了 异世界次元的通道 而人群中又又又出现了 获得技能的觉醒之人 而我们的男主获得了世界面板这一外挂 运作模式就是发布任务达成后 就能获得奖励 盘式爽慢日式改编也不是头一遭了 但和之前的那个毁誉参半的神志塔不同 我们这次的改造工作似乎更加彻底 那种国外IP的义务感非常的低 或者说是异世界的包裹力太强了 从PV上来看 A1 Pictures至少摇出来个4 之后谁知道呢 昏介物语 一阵刺眼的闪光 只见自己进入了奇幻故事般的世界中 上一秒还在蒙圈的他 被公主一吻拿下 便成为了那个世界众所期盼的传说勇者 戒王 为了拯救这个意见 男主连这个以外还要再取4个公主 收起整齐无眉戒指 行不行行了 赶快下一个吧 纯爱主还是不错的 先是带来 指尖相处 恋恋不舍 将有听力障碍的女主 在电车上偶遇帅哥男主 随后坠入爱河 以聋哑人为中心展开的故事 手语纯语都有细致的描写 虽然不免有些坎坷的情节 但总体来说还是温暖且疗愈的 我大概翻了一下漫画就 这里面的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 动画PV上呈现的柔软感还是挺不错的 但人物特别是男孩子的魅力 感觉稍微有点改不到 具体的还是等播出之后再来看吧 那这一天不用说 最期待的还是 我心里危险的东西第二集 阴沉出众小男生和同伴大只美少女的 纯纯的恋爱故事second round 这次不再需要孝心的试探 上来就打得火热 制作方面维持第一季原版人马 应该是顺着做下来的 维持品质呢 保守的 再来个神回吧 观看之前记得做好暖身活动 方便科堂的时候扭称麻花 那再隔一周十三号还会上演 无人能敌 讲男主和昔日挚友久别重逢 就被卷入了强者们的战斗中 这时一个巨大的魔人影子出现了 博槽这个简介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由MAPA负责制作的原创番 业界著名导演内海洪子 插优秀的编剧暗本桌 插游戏王的人生 这啥巧克力榴莲脆皮焖鱼 狂吃肉独家带 哦好像对上了 1月7号星期天 首先还是续播人员 有足球小将第二季视少片 以及香格里拉边境 那啥BOSS战已经吹了一个多月了 该打了吧 够快点 因为不是真正的伙伴 而被驱逐出勇者的队伍流落 到边境展开慢活人生第二季 退队流如蹄 轮回七次的恶意令娘 在敌国享受自由自在的新娘生活 恶意千金流 这次女主每到20岁就会死掉 然后又独挡回到被王子退婚的瞬间 这样反反复复已经六次了 而且每一世她都体验了不同的人生 技能数完全点亮 哎 我是不是刚说过啊 这个来回折腾的 暴击拐拉满了呀 休假的米金玄师 休假的坏人先生 邪恶组织将军休假的日子该怎么过 吃美味的食物看美好的食物 即便在路上看到黑暗军团的同事 也要像流星一般瞬间离开 但是遇到极度露吃的休假中的假面骑士 帮个忙指个路什么的也是可以的 这种展开怎么感觉很熟悉的 男主外兄内暖 主打反差萌 虽然故事也有灭绝人类神法的轻微治愈 但其实只要大熊猫镇守后方 就完全败救护啊 什么大熊猫又送回国了 那最后隔一周14号上线的 还有《寿火之王》第二季 《暗之居》第十一季 以及《明治基建1874》 《匡吹肉》出品的原创动画 故事发生在1874年 原慧金翻式的男主为了寻找失踪的未婚妻 而成为了新成立的警察议员 与拥有超高建树的白发武士 真杀人不是搞笑那个 两人一起卷入了扑朔迷离的时代洪流之中 PV看上去有些普通 只能说这种类似大和剧的题材 西方会有对接的客群吧 好 这几乎啦啦这么多 除了大作续播保底以外 原创出乎意料的多 而且都是挺不错的大厂在搞 哟 这个架势 今年是要轮到原创动画的回合了吗 你有什么想看的 看好的新翻 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感谢收看不只是聊个慢 那我们一月新翻再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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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